其實我覺得安倫姐 大家很佩服是說 你在做作家之前 你在我們這個媒體圈 是非常非常資深的大姐大 你當過民生報總監 大臣報新報的總編輯 很多的超級星星 都是你好朋友 我們有圖有真相 當時你2014年 再婚的時候大合照 卡拉斯十分的驚人 我們看一下這個 林青霞 彭雪芬 張愛家 湯蘭花 這些都在對不對 是 為什麼 你看一場婚禮 搞得真的是眾星雲集 這個最初提的時候 是彭雪芬提的 彭雪芬說來沖沖洗 我說沖什麼洗 結果後來他 因為那個時候有個飯店 剛好青霞來撿採 所以他就第二天早上 就問青霞 他就想了好幾個日期 那他那個日期其實是因為 他自己的生活行程 他把那個空檔都拿出來 到後來就選定929 就是什麼 愛你一世什麼9什麼 就是你知道年輕人 都會這些 所以就說 來 大家都很久沒有見面 這個相片裡面的人 都幾乎都是跟我同事出道的 所謂同事出道 他們演戲 他們做成大明星 我寫新聞 我把他們這個 寫活動 所有 沒有 他們所有優秀的特質 我想我都能夠發揮得很好 那這一輪電話打下來 因為我從來沒有為我自己的事情 或者家人的任何事情去說 做一個以我們為焦點的任何的 我們都報導故事的人 對 所以我那個說 三月之後你在不在台灣 然後打了一輪電話之後 所有的都說在 然後 那個時候王君最聰明 王君說你要擺喜酒了是嗎 他最聰明 他立刻反映到 因為我從來不可能 有一個約會會這樣子提前講的 我們實際上 扣除家人話 我只請了六座的客人 對 就是這樣 一味難求 我覺得這個很特別的是 你可以跟他們維持這麼好的關係 重點是這個記者 這個守則第一個 你非常會保守秘密 我沒有覺得這樣子 是他們認為我有這個安全性 我可能很多話題我會有選擇 覺得適合讓大家知道 或者不適合讓大家知道 而且同理心很強 而且我再講一個 那時候沒有經紀人 我們都是通通都是面對面的 我覺得那個感情會比 那個信任感比較容易建立 對 他就是一個很親密的朋友 對 也會不開心吵架 可是沒有人會利用 工作上的任何職權 去做一些傷害 或者逼人就範的事 絕無可能 那個美好的年代 就建立了這麼 幾十年美好的友情 是不是 好 另外那個也要恭喜 我覺得這也是我們節目 常在談論的案情 你讓大家再次相信案情 五十六歲的那一年 你再一次脫單 遇到現在的老公 在一起三個月決定結婚 什麼樣的氣息跟動力 人很忠厚老實 雖然那個很笨 不會講話 但他講了三個關鍵性的話 一個是我絕對不會讓你難過 另外一個就是 我對你不是忍受 是接受 還有一個 愛就是心甘情願 做所有的事 那這個他 這三個他都做到 但是說我 就一百分耶 我不會讓你生氣這件事情 其實是讓我天天生氣 因為他 他有點反應遲鈍 這個將來都要 跟諮商師好好談一談的 真的他滿嚴重的 其實你們個性差很多 非常多 你熱他冷 那這樣相處十幾年 怎麼互相彼此 接受 他說不能忍受 接受 所以我委屈 委屈是一道隔夜菜 沒關係 我倒是做到 我大多數都可以很快速的 就把它消化掉 但是有的時候我到頂點 我也有我的困難 他沒有攻擊性 他也沒有那個妥協性 他就是悶不吭聲 我情緒好的時候 我就覺得真好 這個男人不囉嗦 我情緒不好的時候 我就瘋了 我心想我們到底是什麼關係 這個也不會哄你 也不會說好聽話 反正大概男人會做的事 他都不會做 不甜 那我 他行動派 我跟人的關係 我是信任婚姻 我即使失敗過 我還是信任婚姻 我還是相信愛情 即使到了這樣年紀 所以感情品質最重要 他一開始打動你的時候 因為畢竟五字頭的戀愛 跟年輕是不一樣的 他做了哪些動作 你覺得我可以加 沒有 他看到你的時候 那個眼睛就是 完全燦爛的笑 現在不會了 現在我就說 我們家住了個阿飄嗎 每天在這晃過來晃過去 又面無表情 那我要講一個 因為他本身 他天生個性 就不是個熱情的人 可是我說愛情 這個東西的特殊就是 當我遇到他 我五十六歲 他五十九歲的時候 其實你只要碰到 我們可以感覺到 那是愛情的時候 氣情一定會存在 老師跟諮商師是不是都 同意 完全同意 愛情來的時候 其實不管你幾歲 他一樣的瘋 如果我運氣不好 我大概跟他 只瘋了六個月 他的 看著我就是燦爛的笑 眼睛也離不開我 我姐姐在家的時候說 看我們倆坐沙發的時候說 可不可以把手分開 非要這樣 那現在的狀況是 我坐到這個沙發 然後他就坐到那邊去 坐到旁邊去 他又換到這邊來了 這個人家說 為什麼會這樣 我說沒有騙我 我想人的情感就是這樣 你們激情遞減了 你們一開始聽說 第三次約會 他就拿戶口名補給你看 然後直接就看存責 不是他拿 是我直接 我可以做很多女人 都不好意思做的事 我覺得年紀 是個非常好的東西 所以我對年紀 真的沒有惶恐 因為我想我一開始看 他就滿喜歡他 因為他很安靜 當然那時候他的微笑 是非常重要的 然後如果要在一起的話 後來我就說 下次來的時候 麻煩把戶口名簿帶來 下次來就帶戶口名簿 我的朋友就誤會了 你怎麼這麼浪漫 才見面三次就帶戶口名簿 去登記了 我說什麼登記 看他還沒結婚 我是看是否身家清白 對 然後我說 然後我說 你有多少錢 讓我知道一下 老老實實把 對 所以我姐說 你怎麼做得出來 我說 這就是我討喜的地方 我不騙人 但我還是會怕別人騙我 我要把所有的危險 通通的都先預防了 因為我說真的 年輕人的時候 你摔一跤沒有關係 我們要是五六十歲 在婚姻上摔一跤 那一跤摔的 可能你就站不起來了 所以我覺得沒有關係 我開口問 相對的我也讓他覺得安全 因為我相對 我也會回答你很多問題 就是這樣 大家開錢不公 那看了數字滿意嗎 依他糊塗 我 我也不怕讓大家知道 因為我是這樣性格的人 我讓他非常清楚的了解 我說 你不必照顧我 可是你絕對不能成為 我的負擔 這是我所謂的風險 那我覺得 夠合理吧 也很理性 也很感性 就是不用說多有錢 但是不是個負擔 對 那是沒有辦法的 我又很自私 然後我就會先跟他說 那時候爸爸還在 我就說 我父母親都不在了 我也沒有小孩 我說所以 我不會照顧老人 我也不會照顧小孩 我說這些你都需要明白的 我個性又急 我會有點霸道 我也把我的缺點 說得非常清楚 那蘇丸他有什麼反應 他覺得我太可愛了 他覺得我很簡單 可是我們相處沒有多久 他就說 我很少看一個人 對別人這麼好 對 我是很捨得付出的人 對 他有一件事情 你覺得很感動 他很喜歡做吃的 對 其實原來我做菜 也做得很好 但是我的嗜好比較多 所以我就轉移 我自己可以做別的 那他喜歡做 我就讓他做 然後以前有個 做菜的節目 他天天看 那個主持人打電話 阿倫姐 請大哥來上節目好不好 讓交幾道菜 我就跟他說 他說 我才不要去了 我說你天天看他節目 你不就想做菜 他說 做菜沒有關係 怎麼會在那一邊做菜 一邊說 我說 那你去做我來說 所以只要讓他開口說話的是 他都很難處理 我以前喜歡他的安靜 但是我沒有想到會 這麼嚴重 因為這個木娜 已經不是缺點 是缺憾 差別很大 對 他也不是讓我感動的 現在是讓我頭痛 但是這點怎麼化解 我以前打電話給他姐姐妹哭 過不下去了 過不下去了 這怎麼過下去 太安靜了 太安靜了 然後你哭的時候 他會什麼反應 他就 他就難過他抽搐了 對 很痛苦 對 他就不知道怎麼 他不會哄人 完全不會 你看SOP過來抱抱你 不是 對 我下輩子要做男人 這多簡單 這每個人都知道 他就簡單到這樣 他沒有辦法 你跟他講還是沒辦法 我全都教過了 老師 沒有 我腦中冒出幾個答案 對 一個是他有沒有可能是 亞斯伯格 是的 還是說他在語言的表達上 到底那個困難點是什麼 還是他有選擇性肩默 幾乎都不講話的 我想他 但是已經沒有辦法 拿到證據了 我後來看病的時候 我說你一塊掛號 那麼醫生說 那吳先生你什麼問題 他說 我太太叫我來掛號 醫生就沒什麼問題 我說能不能鑑定 他是不是亞斯伯格的問題 醫生不 他說第一個 他不看夫妻同時的門診 第二個說他年紀這麼大 他就算是 你要怎麼樣呢 那 但是我在網路上 抓過東西讓他 我說你要直覺性的回答 他是完全就是那邊線 他只要再多一分他就是 所以他是那個臨界點 可是相對著 他把我口才練得很好 因為我一發作的時候 他會把電視關掉 然後很認真的 坐在你對面聽你說話 所以我可以從白天說到黑夜 我練就了獨白 我們沒有吵架 所以其實我每一次講出來的話 大家都覺得是笑話 但事實上 我常常陷入這樣的痛苦當中 那他眼神會看著你嗎 那他會看著我 專注的看著你 對 專注的看著你 但是都不講話 我說那你回答我 相當說不像成年人 是像小孩的眼神嗎 對 然後我以前剛開始 前面兩三年 我說你覺得我欺負你嗎 他說沒有 我說那你怕不怕我 他說沒有 但是後面這兩年 我都說你欺負我 你看準了 對 你想激怒他跟你吵架 對 但是我跟你講 你知道一個人太沉默 其實就是在激怒我們 你有沒有覺得 真的是這樣的 我如果問你什麼 你都不回答我的話 我是會被激怒的 是 但我到後來都 一二三 那你是哪一個答案 我會幫他去選擇 我覺得女生一般來講 是比男生 可能是要活潑一點的 而且女生的情感 也會有起伏 波動比較大 對 所以其實 其實有的時候有點難 你知道嗎 你剛剛講說 他的最大的優點 就是他跟別人不一樣 看到你的那種喜悅 可是他的那個缺點 也是所有男人 都會的事情 他就不會 可是這可能 也是他的優點 因為可能這個 所有男人會犯的錯 那他就不會犯 對不對 對 也許是蠻好的 那他要是安靜 那安靜就安靜吧 現在聊天 那就跟Alexa 還是跟Siri聊一聊 那講多了 其實有的時候 夫妻久了 呼吸他都嫌煩了 所以還不如不要開口 那個比較少挨罵一點 我要是跟你們講個笑話 你們都不會相信 那我們剛在一起 兩三年的時候 被氣的就是這種情緒 然後有一天我說 我告訴你 對你好 對你壞 是沒有差別的 我說我想請問你 你的前妻 跟你前面那個女朋友 跟我 我們三個有差別嗎 他想了半天說 沒有 這真的就是接入人了 然後他可能 曉得這個話說的是不對的 可是我覺得他只是知道 這樣說是不對的 然後他就說 我們去淡水走走吧 接著下去 我心想 對吧 不然在家的話要打一下 然後 然後去了淡水 坐在捷運上 他還只有一個位置 他還坐下來 讓我站著 判斷錯誤 我跟你講真的 我的悲劇沒有人相信 這就是我情緒好 我就都OK 我情緒不好的時候 其實那我也會很糟糕 因為妳需要 可以跟妳分享的 對 單身行不行 有官方的YouTube頻道 請記得搜尋東風衛視 而且掃描我們下面的QR Code 同時按下訂閱鈕 開啟小鈴鐺 就可以看到我們最新的影片了 還有還有我們有很多 獨家的好康網路影片 只在這個頻道獨家播放喔 記得分享給你的親朋好友吧 接受歡迎的命理大師 現在都在 命運好好玩 開運服務 包含 神準算命 開運商品 開運祕法 請上網搜尋 命運好好玩